小九,你说巧不巧 我舅舅一直藏在心里忘不掉的女人 竟然和你妈妈的名字一模一样哀 先生特意交代,别人都能见 除了你以及程文杰女士 那我呢,我能进去吗 你也不能 我不信,舅舅明明很疼我 你们本来是先生最亲近的人 可先生不仅不想和你们来往 还严令禁止你们出入成家名下的工厂企业 我想你们应该从自己身上找找问题才对 为什么先生会对最亲的人如此无情 看着程家母女震惊的嘴脸 小时觉得心里特痛快 程先生的命令,不许放他们进入 放进去一个你们统统走人 这个孽障,好端端的 他这又是闹得哪一出 妈,先回去再说吧 孟然,孟然,是我 陈京杰,你这段时间去哪了 陈冉,走了 跟这种废物没什么话好说 程文杰眼里全是嫌弃 多看一眼这个人都觉得脏眼睛 等等,我也许知道程叔为什么突然消失 有话就快说,我没功夫听你扯废话 你们或许知不知道有一个叫许娟的人 当年你妈亲口告诉我 许娟死在那场大火里 怎么,她现在又改口了 在我儿子身边伏笛坐小 这么多年她不就是想爬我儿子的床 幸亏我儿子品位高 看不上这个丑东西 一个为了两万块钱 出卖自己亲妹妹的女人 跟她多说一句话 都是侮辱我的身份 走了,都上车 跟这种人费什么话 眼睁睁看着轿开走 对于过去的事 陈军杰也是一知半解 好不容易遇到程母想趁机讨好 没想到反而被骂的狗血临头 等着吧,等我把孟然拿下 我还要叫你一声外婆呢 岂不死你个老太婆 孟然之趣的没有再问 只是许娟这个名字 她觉得好像在哪里听过 礼拜六是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 也是老树像开始求收的好日子 琪琪直接雇来了四个人帮忙求收 然后领着杨大明和许娟 去镇上看铺子了 可把村里人都羡慕坏了 爸妈,你们觉得这铺子怎么样 地方挺大的 桌椅都是现成的 我看后面厨房的设备也挺全 这铺子我记得之前 就是卖面条和包子点心的 生意还很好 如果能盘下来倒也不错 简单打扫打扫就能用 东西都是现成的 这么说,妈你很满意了 我觉得挺不错的 爸,妈,那你们闭上眼睛 我给你们变个魔术 小九已经猜到什么 笑而不语 杨大明和许娟 但还是闭上了眼 七七看了小九一眼 从皮包里掏出一张纸 好了,你们可以睁眼了 店铺我已经租下来了 这是三年一千的合同 爸妈,恭喜你们拥有第一间铺子 许娟又惊又喜 这,七七,这怎么 杨大明也是激动地说不出话 两人互相对视 又一致激动地看着七七 怎么回事 还不赶紧给爸妈来点掌声 让爸妈看见咱们的热情 小九配合地用力补着 杨大明和许娟背头的哈哈大笑 一片欢声笑语中 七七和小九到门口 把地方和空间留给杨大明和许娟 毕竟刚刚到手一间铺子 两人肯定要多看看 要规划怎么布局 是不是不管我做什么 你都不反对啊 小九,你这样会把我宠坏的 嗯 如果这个世上再不会有第二个人 像我这么宠你 那么你也就永远不会离开我 小九,你说你搞什么程序 你应该去写诗,写情诗 等你的诗集出版 肯定能收获一大批女粉丝 我的诗只写给你一个人 两人正浓情密一时 突然响起的刹车声 是孟然和郑鹏飞 我真的不是故意打扰你们 就是那什么孟然她 行了,不用你解释那么多 既然见到小九了 我自己来问 小九,我问你个问题呀 你妈妈是不是叫许娟 七七心间闪过一丝不好的念头 小九眉头极快一皱 你回答我吗 一个名字而已 又不是什么大问题 是小九的同学来了 怎么不让他们进来做做 叔叔不用麻烦了 我就是想问小九一个问题了 小九,你快回答我吗 你妈妈是不是叫许娟 孟然 七七出生阻止 然而已经迟了 是啊,小九的妈妈是叫许娟 你找她有什么事吗 我就说我在哪听过许娟这个名字吗 小九,你说巧不巧 我舅舅一直藏在心里忘不掉的女人 竟然和你妈妈的名字一模一样哀 苍天啊,这么好的天气 为什么要安排这样一个二货来破坏 成家母女是怎么样的人物 竟然能培养出这么一个天真到愚蠢的姑娘 郑鹏飞,你干什么吃的 把人带走 郑鹏飞也意识到什么 拽了梦然一下 快走吧 我不是 这话当着人家爸爸的面说出来 似乎太不礼貌了 梦然现在也尴尬得不得了 叔叔,对不起 好像是我弄错了 别说了 你赶紧走 小九的脸色是少见的难看 他还有些担心杨大民 回头去看 气氛诡异 梦然心虚的不行 姑娘 爸 小九也下意识阻止 你那个舅舅 他成家了吗 没,没有 他一直是一个人 是吗 杨大民不再说什么 梦然尴尬的不知道怎么办 郑鹏飞拽了他离开 三人各自站着 分为说不出的古怪 七七作为知情人 估计恐怕瞒不住了 你们三这是怎么了 一个个发呆呢 还吃不吃午饭了 今儿是个高兴的日子 咱们不烧饭了 下馆子去 我做东 没有人响应他 连最擅长调节气氛的七七 也沉默了 到底怎么了 是铺子出什么问题了吗 七七轻轻摇头 七七 你先 他想让七七先回家 但话说到一半 他又改变了主意 他的事没有不能让七七知道的 于是他牵起七七的手 走进铺子把门关上 爸 妈 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你说你怎么回事 怎么会当着小九的爸爸 说那种话 我当时没想那么多 我外婆和我妈 又不肯告诉我许娟的事 这不是正好想起来 好像你们谁的妈妈就叫许娟 我就是太好奇了 那你也不能 郑鹏飞特凡 现在怎么办 小九会不会恨他 你说世界上 真的有那么巧合的事 我舅舅忘不了的女人 叫许娟 小九的妈妈也叫许娟 难道真的只是同名同姓